中產和破產之間只隔了一個新加坡 這不是新加坡29號對我們免簽了嗎? 緊接著打批評游客永遠到新加坡 總結就兩個字 貴和罰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新加坡跟中國互相開放免簽對吧 結果在春節假期結束之後 第一批中國旅客回國 那不少人就在小紅樹上跟微博上大探 我去一趟新加坡已經破產了 好不容易變成中產了 馬上反平 那不僅有被罰款的 也有因為物價太高嚇死的 我們可以看到有人說什麼 一小瓶可樂大概250mol連330mol都不到 要價11元人民幣換算就是48塊台幣 一瓶水要十幾塊人民幣 一瓶水要十幾塊人民幣 一頓早餐人均竟然要300人民幣 換算就是1320元台幣 他說裡面最大的王者 就是上廁所不沖水要罰800塊人民幣 吃頓飯沒收桌子和餐具要罰1500人民幣 亂丟垃圾和水地土壇會被罰 1500人民幣到10640元人民幣之間不等 那抽煙啊 會罰1000塊新加坡幣 大概就是5342元人民幣 那這個換算台幣應該要快2萬了 那捷運上喝水會被罰 2650元人民幣 也是將近1萬台幣 那也有人指出我自己在捷運上喝水 跟抽煙啊 總計被罰了將近快8000塊人民幣的罰款 雖然我沒有去過新加坡啦 但我知道有些沒數字的行為啊 確實是在新加坡會被罰款的 至於上述違反的罰款啊 會不會到這麼多 我不清楚 畢竟我到了新加坡 也不會有這方面的困擾跟問題啦 我也不抽煙 我也不吐痰嘛 在台灣的捷運上 我也不會亂吃喝東西嘛 也不會在大街上亂丟垃圾 所以我不太清楚啦 新加坡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當地的法律到底是怎麼訂的 好嗎 到底要罰多少 那為什麼中國的小紅書上跟微博上 會討論這些 做人的基本素質的問題呢 這讓我腦洞大開啊 像是中共在港黨媒 鳳凰衛視旗下的鳳凰週刊 也發文指出 我們家的編輯啊 近期啊 也到了新加坡旅遊 我們光是飯店提供的自助早餐 花了1170元台幣 在中餐店點了五道菜 花了2644元台幣 像是這張圖 他晚餐就將近花了1222元人民幣 也就是5346元台幣 那我搭了計程車7公里 花了362元台幣 這個距離大概就是三重到板橋 西門丁到國部紀念館 所以他認為啊 新加坡是CP值最低的旅遊國家 我們可以看到有人發文指出什麼 在新加坡上學的時候啊 見到有一個人把冰淇淋掉在地板上 然後他就脫了外套去擦 另外一個人說 我上次去新加坡 我爸路邊站的酬員被罰了300塊新加坡幣 第二次覺得很空曠 沒什麼事 然後剛點上又被罰了500元新幣 我爸說 你咋傻時候都能看上我呢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小粉紅 認為這樣是貴 這樣被罰款是不合理 不如你們先去看一下新加坡的人均 再來說一下這些罰款到底合不合理啦 不是都催啊自己啊月入過百萬嗎 就算沒有百萬的也有十幾來萬吧 各個都開什麼豪車啊跑車啊對吧 二十幾歲出頭啊 各個在抖音上都是 董事長老總某集團負二代負三代 奇怪了 我怎麼不見你們拍 他是關二代關三代的這種模板影片 是不能拍嗎還是 我們可以看到還有人分享 他點了一份計較 要價67.5人民幣換算就是快300塊台幣啊 讓很多第一次到新加坡 或是根本沒去過歐美的中國旅客感到驚訝 為什麼 我說沒去過歐美的也會感到驚訝呢 因為去過歐美的根本不會對新加坡的物價感到驚訝 尤其是你去過瑞士的話 而你們知道更搞笑的是什麼嗎 春節假期結束之後 到三亞旅遊的中國遊客也不少對吧 但三亞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嘛在海南嘛 那他們從海南要搭飛機 回自己的家鄉去對吧 不管是回上海啊 回北京啊 回新疆 竟然這個機票都落在17000到19000人民幣之間不等 這個機票你都可以從台灣飛到歐洲 飛到法國 飛到義大利了 當然是做經濟艙 所以你們要不要乾脆讓海南獨立好了 反正都這麼貴啊 那海南都搞了十幾年的經濟特區 搞起來了嗎 海南只是比台灣小一點的島嶼啊 中共集中14億人口之力 還享有各省之間的免關稅 免簽啊那些 當然北京這個陸金針例外 還有這個上海這個買房定居這個例外 結果你海南 你沒有辦法集14億力量去搞這件事情 搞不起來你就從機票上面去耗人家 啊算啦 中共都已經把英國整改好的香港搞爛 更別說海南了 當然啦 也有理性的中國旅客說什麼 免簽不是免費 中產和破產之間只隔了一個新加坡 而遵守法律是出國的最好旅遊攻略 素質不夠硬的同胞啊千萬別去 對了 小粉紅你們不是很愛到各國穿什麼漢服嗎 還有什麼糖裝什麼之類的啊 或是這個人民解放軍裝啊 去宣揚中國的美 到各地查中國的國旗 記得去新加坡也要這麼做哦 那當然是不是因為 新加坡太熱了 你們又穿漢服更熱了呢 這我不得而知啊 但我可以確定的是 可能過沒多久 又有小粉紅會開始說 新加坡破破爛爛了 消費又貴 人口少土地小 只是中國的一個縣叫做坡縣而已 還是中國經濟好啊 新加坡物價好貴 吃一餐要幾百人民幣 在中國吃一餐 只要十幾二十元的科技很活 哎 管購管保 因為小粉紅最近也一直拿這點在打台灣嘛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篇全球金融報導的數據啊 這篇報導是拿經過調整的平價購買力 PVP的人均GDP來排名 那新加坡是排名第13 平價人均是13萬多美金 那瑞士是第七名 評價人均是8萬7千多 美國是第九名 評價人均是8萬出頭 香港是第十二名 7萬4千多 台灣排名第14 7萬3千多 那評價購買力的排名啊 也差不多如此 那回到我前面說了 如果香港至今還是英國管理 或者是中共讓它獨立 且不受中共的文攻武核 那香港的排名肯定會更高 當然啦 不受中共的文攻武核 台灣自然也會往前排名 那中國在這篇報導裡面 排第七十幾名 這我就不想要再多說了 那像是有小粉紅 已經對日本開始下手啦 那小紅書上面指出什麼呢 當西方人去中國玩之後 是不是就不想去日本了呢 看完中國比較宏大的風景 特別是川藏新疆大河大山 覺得自己的洛基山脈 阿爾卑斯山或者是安地斯山脈都非常的弱 去日本看風景就會覺得比較小 相較之下 所以會不會因此降低對日本旅遊的期待 哇 洛基山脈 阿爾卑斯山 安地斯山脈 大峽谷哦 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噴的啦 我直接說一個中國旅遊的硬傷就可以了 對於短期旅遊的外國人來說 當然也包含你們所謂的台灣同胞 在中國旅遊 短期是非常不方便的 首先如果你沒有開自己國家的漫遊 那你到中國 你使用中國那邊的網卡 你根本就上不了外網 這對於不太了解中國國家政治的人來說 或是把中國視為一個民主國家的人來說 根本不知道說 我買了當地的網卡 我可能沒辦法上外網 所以我要先在自己國家開好漫遊 不可能會知道啊 除非像我們對中國比較了解的人才會知道嘛 所以呢 他做了這個行為 他發現他沒辦法上IG Google YouTube 那他怎麼辦 他只能去問附近的人 有沒有會的教他怎麼翻牆 或是怎麼解決 或是聯絡國內的這個電信 開漫遊 麻煩嘛 再來中國很多東西都是要綁什麼 支付寶啊 綁什麼微信支付啊 那這個微信支付寶 都是要在綁你中國的銀行卡 從中國的銀行卡 綁到手機裡面 再用手機拿去支付 你要有中國銀行卡 你要有外國人居住證 或是外國人的工作證 包含這個台報證 或是你所謂的這個台灣居住證 都有這些東西才可以辦 請問短期的旅遊的旅客 去中國為什麼要去辦銀行卡 他們也沒資格辦銀行卡 對吧 我去七天八天 我要你叫我辦一個中國銀行卡 所以這是麻煩的點 這是你們政府 為了把控人礦的金流 監控你們用的 當年也是為了解決 假鈔太多的事情 那這個例子 你們可以從河南村鎮銀行 看出他們是怎麼利用這個App 利用這個金流去把控你們的 我也不再贅述了 所以啊 這會讓 短期在中國旅遊的外國人 造成非常大的硬傷 這是你們應該檢討一下的 再來 為什麼 你們自豪的所謂中華文化 在日本跟台灣 被世界看到 日本把中國的一些古代的文化 還有圍棋啊 推廣到世界 尤其是唐代的文化 跟一些無福的東西 那台灣把中醫 還有來自中國的宗教 推向世界 當然啊 這些都是外國人看到 去研究去報導 在跟你們 自己去其他國家穿著漢服 去顯擺 硬去跟人家強迫推銷 是不一樣的東西啊 所以我還是再次強調一下 中國的中醫跟台灣的中醫 真的不是一個檔次的 你們的中醫是蓮花清溫 至於滑雪層面的建設跟場地 在澳洲的 最有名的就是奧地利的雪場 那是一個讚 那古外林也多次去那邊練習過 那在亞洲來說 日本這一塊的雪場跟建設 比中國做好的太多了 那當然小粉紅不要噴 台灣呢 台灣不像雪嘛 所以光日本跟中國的廁所來說 就可以體現出兩國文明的差距 我們在講這個文明的差距啊 你看過日本人 跟你們一樣大量的在網路上抱怨 哇 我去新加坡被中法耶 原來去新加坡不能亂吐口水啊 日本偉大父親了 新加坡只是日本的一個線 沒有嘛 你沒聽過嗎 對 中國有高樓大廈 新的新的地鐵 新的爛尾樓 甚至連古蹟都是新的 當然這也歸功於你們文革時代的 反向建設 你們還不趕快感謝台灣跟英國 大量保存你們的文物 每個你們收保管費就不錯了 還在那邊叫什麼 當然很多小粉紅還會持續的說 英國大量竊取中國古代文物 所以我在網路上就看到這條影片 我覺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會學到蠻多的 2014年 中國豆藏界瓷器界賣出的很天價的東西 賣了2.81億港幣 叫名稱化豆彩雞鋼杯 你聽說過對嗎 你聽說過豆彩雞鋼杯 你聽沒聽說過豆彩葡萄杯 豆彩鈴鐺杯 豆彩繁文杯 豆彩天子罐 豆彩萬子罐 豆彩英系杯和豆彩三球杯 這你聽說過哪個 你都沒聽說過 你這是高等文化水平都沒聽說過 你憑什麼指望 那高中文化水平的解放軍戰士知道這個 那高中文化水平解放軍戰士不知道 150年前文盲的英軍士兵他憑什麼知道 有人說你替英國人洗地 說他們沒搶 對嗎 真不是 他們搶了絕對搶 搶什麼樣的 姑娘你戴的這種你戴的這種 似金似銀閃閃發光 戴珍珠戴寶石的 為什麼搶回家就能換錢 瓷器青銅器第一不認知 第二不好攜帶 你見過誰打仗背著一荒瓷器去的 那怎麼流逝海外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孝子孫賣出來多 我說兩個人的名字 你們估計都知道 第一瓷器老佛爺 1901年跑西安到了西安沒錢過日子 那公里的文物壓到了一個地方 叫閻夜銀行換錢了 第二名叫愛心覺羅浦怡 聽說過嗎 像打婚 沒錢婚 又把公里大批的文物放到了閻夜銀行換錢 1927年閻夜銀行知道你輸不回來了 清情都沒了 你拿什麼來說 拿出來拍賣的時候 我知道英國人買走了精美的瓷器 最少96天 皇上太后都這麼幹 八七子弟王公貴族過不了日子的時候 是不是得賣到家底 博物館的售創品主要以瓷器和青銅器為主 對嗎 那金銀珠寶去哪呢 很簡單 我弄一礦的金銀珠寶 往往回帶不好帶怎麼辦 我找個人融了 打成金片金塊金葉是不是好帶呢 所以這個裡邊呢 只有大概不到5%是掠奪來的中國文物啊 所以一會兒到了中國館 到了瓷器館 大家別著急 別生氣 別搭玻璃啊 大部分不是搶的 所以一定要給大家說清楚 因為我在知乎上和他們聊過 後來把帖子都刪了 為什麼他們都說我是漢奸 我當不去 好我們看完這個影片啦 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當年大清皇室出賣自己的寶物 結果被當年奴役的漢人後裔 也就是現在部分的一些粉紅 痛罵 那是你的寶物嗎 你是愛心絕羅家族嗎 還是你是升格的林慶 還是你是葉赫納拉家族 你的祖先是被大清滿洲人統治的 而當年沒你說話的分 現如今更不會是你的寶物 人家賣給誰抵押給誰 輪不到你說三道私 即便要來爭 也是你們趙家族出來爭 因為畢竟愛心絕羅 現在被共產黨給購產了 但是這個爭下來的東西 也輪不到你們小粉紅來享受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點我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爸的下次見 拜拜